今天每日一晚環節 本身就因為看了左丁山今天的篇文 他的標題 叫做 港樓響喪中 樓價跌五成 其實都沒有知道 因為他也不是 那些 左丁山是誰呢 其實就是鄉樹輝的筆名 那些東西我也偶爾去看看 海航集團 沒有人知道 他也不會出來承認 變相就是 那個大股東就不斷在香港高價搶地 但是你出的報告就說樓價未來會跌 那麼究竟是出口術想賣平貨 還是 跟他的大股東 對著幹呢 這些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看看未來香港10年樓價有沒有機會跌 48% 這個我是完全否定的 我反而覺得升一倍的機會 比你跌一半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左丁山這篇文 令到我 很大啟發 因為他裏面很多觀點都是我之前說過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看我們的節目 或是聽我們的節目 那麼最重要的是 其實施永青去年他都說 他從來都沒有 沒有估計一件事 沒有把這件事列入考慮因素 這個是評論樓價的 就是 他從來都是說樓價 很貴 因為脫離香港市 香港市民的購買力 但是 因為如果計算香港市民的儲蓄下去 那個就不脫離 因為你現在 我節目講了幾年 你在銀行有錢的人 香港 就有12萬億的錢 是不是很多呢 不算很多的 1000萬一個海資戀單位 可以買 120萬個 120萬個海資戀單位 長江 買到很多很多間長江 可以買了所有香港的地產股 9倍 我當時也說過了 將香港所有地產公司買了 可以買9次 那麼所以呢 你要配合那個香港的樓市 就要計算那個 存款才可以的 因為現在銀行紅寶仔 還是不超過一厘的 即使你加 因為紅寶仔沒有 定期可能也是有一厘的 即使你加上 那麼美國呢 現在是好像說 進入加息週期 美國有1厘至1厘25 但是美國是不是可以那麼容易一直加下去呢 這個兩體而已 因為你美國呢 經濟全世界目前來說是火車頭 因為它的增長速度不太快 但是呢 它的經濟復原程度是全世界最好的 比起 日本 比起歐洲 它還是很強的 但是 能不能夠support到你再加多幾次利息呢 這個我就反而有些保留了 那麼我們暫且不計算美國 只是計算本港因素 香港本身的利息是跟隨美國 這是沒有錯的 接下來就算可能加多三次利息 加到兩厘 但是兩厘 基本上有買過 有買過樓的人也知道 香港20年來 基本上呢 現在的利息是 處於一個 40年來 一個極低的水平 你 數回1977年到現在 到了90年代 還是要10厘的 97年 到了2000年 也是要10厘的 供樓 香港的樓市是由03年見底 因為當年 是02年 美國的科網股爆破 所以格林斯潘就減了13次息 到了13年 所有 減息效應就發揮出來了 13次息就減到很低 當然也不夠現在的 令到香港的樓市就由 建底反彈 另外一方面 金融海嘯之後 那個利息就更加低 所以如果你純粹以利息因素 就算接下來香港加多 4次利息 那個 供樓負擔也不是很大 相比以前你供10厘 11厘的時候 P加3的時代 根本現在 其實是很輕鬆的 如果你認真供樓 你不是說一個人供幾層那些 因為現在從來都沒有可能聽到一個人可以供到兩層樓以上 你有壓力測試 基本上你第一層樓 除非自己住一層沒有供的 就另外買一層 但是你想一個人供兩層樓或以上 基本上在香港 這個年代是不會發生的 跟以前不同的 以前97年的時候 一個人供三四層樓 到當時是11厘 是P加3 想起來當然是很嚴重 因為 每層樓都要供5、6萬 每層樓都要供10萬元 每層樓都要供幾層樓 每層5、6萬元 根本每個月都是貼出來 到了一失業 直接連基本供樓都供不起 所以才會這麼嚴重 有一個連鎖效應 我想最主要說鄉樹暉 為甚麼會 啟發我覺得接下來的樓層還有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 評論香港樓價 香港很多人都分略了一個問題 其實我當時也沒有說過 從來也沒有說過這一點 就是我們 沒有無視深圳的存在 因為我們工作需要 上去看深圳的地皮 龍華 只是說龍華 原來也要買9萬元一平方 港幣是為了接近1萬元一呎 龍華是甚麼地方 以前是二線關係的 現在 深圳沒有了二線 把很多以前二線的地方全部升了 即是 說起保安 現在機場 以前都是二線 以前的樓價不值錢 很便宜 因為有人說深圳 大陸的樓價升了十幾二十倍 二三十倍 香港才升了幾倍 這幾年 二十年 這樣說法 不可以這樣計算 因為大陸的基數勢 500元呎 升到上1萬元呎 有20倍 但是你1萬元呎 升到3萬元呎 這個很困難 你叫深圳 試試賣3萬元呎 誰買 但是 現在深圳在福田區比較 似仰一點的樓 全部都要十二三元 三萬一平方 即是一萬三四元一呎 這個是深圳的數 你稍微漂亮一點的樓 全部都要 那麼 你想想 連龍華也要一萬元一呎 一方要九萬元平方 龍華要去深圳市區 或者去福田 可能都要駕駛 只要駕駛半個小時 那麼你想想 這樣的地方 也要 升到那麼厲害 所以呢 剛才我說的不是龍華來的 我要更正 剛才我說的 之前你看地是保安區 有地鐵的地方 要九萬元一平方 龍華是沒有那麼貴的 但龍華也好像要 有五六萬 六七萬 因為龍華之前 好像是 萬科 還是 黃建林那邊 之前買了一塊地王 比市價高 誰知道買完之後 全龍華的地就瘋狂地炒 升了一倍 我想說回 我們一直都 無視了深圳的存在 其實 深圳 如果說整體的GDP 它是很快會過香港的 因為它的地方大 深圳 已經是吞了所有儀線 即是將它的界 擴大了很多 所以現在深圳 的土地是比香港大很多的 第二 它人口已經是 2000萬的 大型城市 那麼人口多香港三倍 你怎麼可能 GDP不會超過香港 這個一定會過的 因為你把所有東西 集中買 而深圳 它 主力發展高科技 所有的 互聯網巨企 全部的總部都在深圳 現在 所以 即是怎麼說 全國 大陸全國的有錢人 基本上都在深圳 因為深圳是變成機會最多的地方 他的經濟活力 是全國最強的 那麼深圳樓價 我看不到未來十年 有甚麼阻力可以令到深圳不升一倍 深圳還有一段時間會升 當你去保安也要一萬元呎的時候 香港樓價怎麼會下跌呢 只有跟升 這個不可能不跟升 是一定跟升的 所以 你要看樓價也要看一個比較 因為香港和深圳只是一何之隔 基本上深圳升 香港一定會跟著升 水漲船高一定會推高香港 所以接下來我看 那個 這個量化寬鬆慢慢縮小 有機會會減慢升值速度 但是 你要計劃了一件事 量化寬鬆的出現 是令到 全世界的人 對一個可複製資產 產生抗拒 或者有些戒心 可複製資產 即是貨幣 即是股票 即是債券 這三件事 隨時都可以印 但是 一個物業 就不可以隨時印 房地產市場就是屬於 不可複製資產 所以 接下來的樓市 人們說泡沫會爆破 因為美國那個 聯儲局減了資產負債表 縮小了 縮小了之後 你猜樓會跌的嗎 是不會的 是絕對不會跌的 因為你縮小了 沒有人知道你何時會加回的 人們知道了你這個是一個可複製資產 而你現在只是告訴別人會減少 沒有人知道你何時會加回的 所以 人們是不會把錢再買回你那樣東西 反過來 去到一個不可複製資產 就是樓宇 所以接下來我看不到 看到有什麼 有什麼勢頭可以阻止 除非你說大陸真的經濟崩潰 突然間共產黨倒台 這些大家也猜不到 又或者 大鴨灣核爆 這件事是不可確定的事情 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沒有這兩件事出現 看不到 接下來深圳 不升一倍 那個理由 所以香港樓我覺得也是會 未來十年也可能會有一倍勝負 所以 看探樓市的最佳方法就是沽了自己層自住樓 如果 那些德銀 瑞銀 大摩 美林 花旗 想沽空股市 就容易而已 沽空樓市可以嗎 也可以的 你們出張倭倫 那麽就好像以前 金融海嘯之前的CDX那樣 但是倭倫 你要 在市場公開買賣 不是你拿樓那隻 任你打靶那隻 你要有規矩 你最好 跟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掛勾 跟他的點數 你夠膽就放不給人買 夠膽你就股空 是吧 講多無謂 你說會升多少 跌多少 最好就是你夠膽出來沽空 樓現在沒得沽空 你夠膽出來 沽空城市領先指數 被人當點數買 0.1就1萬元 一點就當1萬元 你夠膽就拿出來沽 那麽可能 就對樓市有少少制衡作用 今天講到這麽多